桃池籃球把焦点转回国内 SBO超级籃球联赛在10号晚间 上演的是龙头蒲源对战卢主台银的戏码 赛前没有意外的各界几乎是一面倒的看好 蒲源要能够轻松过滚 对没想到台银却是顽强的抵抗 蒲源直到第四节才上演了逆转秀 最后就以78比77一分显胜 成为本季第一支拿下15胜的球队 简佳宏精彩的过人传球 让戴维斯轻松轰炸篮筐 正传局色球衣的蒲源10号晚间 对上战机垫底的台银 两队本季前两次交手都是由蒲源胜出 这场比赛侠如相逢 台银在前三节强势主导战局 还一度领先夺达20分 但蒲源在第四节绝地大反扑 最后以78比77逆转胜 成为本季第一支拿下15胜的球队 我们球队今年更团结 所谓更团结是大家都知道 各队其实目标是朝着我们而来 就是不管是补强的洋将 或本土的补强 或者甚至以我们为假想敌 每一队都是 齐败我们为最大的目标 那我想 无形当中让我们球员 更团结在一起去面对 不管是上半季或者下半季的比赛 蒲源本季第15胜入带 胜率维持在超过8成的高档 进军季后赛应该不成问题 他们也希望在立行赛期间 多让替补球员上场磨练 借此提升团队战力 在上半季当中继续培养的 彭均也好 小丽也好 尽量让这些年轻的球员能够 当然因为我觉得球赛 不能只靠先发5个 或者只有靠7、8个 我的用兵哲学 尽量12个都能够上 然后把他们的特色 能够发挥出来帮助球队 蒲源本季延续连霸气势 立行赛战机依旧亮眼 其余6队几乎难跟他们抗衡 现在他们将放眼季后赛 继续朝3连霸目标迈进 约定TV五加油孙传贤新北市报道